那Activity為什麼非常重要? 其實我們可以從那個最早 我們從剛開始寫程式開始 你們會發現建立一個專案之後 它這個後面一定是什麼? Extence就是繼承 繼承什麼?繼承這個 這個Activity 也就是說 Enjoy 這個裡面的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基本的 一個元素就是Activity 那這個Activity如果你不懂的 它的一些運作的模式的話 那當然你會有很多問題 那什麼叫Activity 其實上禮拜我有跟各位講過 你油標放在Activity上面 它會自動產生這個說明檔 那說明檔裡面的話會有一個圖 這個圖的話會秀出來 那實際上它的生命週期 就是會有幾個 一定是你執行之後一定會有一個Uncredge 那這個Uncredge在哪裡?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在你專案設計出來之後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Uncredge 這個是基本的一定會有的 再來就是Uncredge 再來Uncredge 那它對應的就是說Uncredge 有生就會有死亡 死亡的話是在底下這個 底下有個Undestroy Destroy就是說它被 怎麼呢?被破壞掉了 就是被清除 從記憶體裡面呢把它清除掉 那就是它的Activity 生命週期的這個死亡 出生跟死亡 然後呢有Stop就會有個Stop 有一個開始就會有個結束 那有一個Resume Resume就是繼續就會有個暫停 有個繼續就有 所以呢它的生命週期呢 基本上就會有這六個 另外當然多出一個叫Unrestart 總共會有七個 它的生命週期 所以將來如果說去面試的時候 也有可能如果你去面試 Enjoy工程師 也許人家會第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Activity 那你就可以跟它解釋一下 Activity它的運作的模式 生命週期大概是怎麼樣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上個禮拜 我跟各位講過說 這個生命週期我要怎麼做測試 那你可以在那個每一個 寫完之後 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可以建一個Activity的Live LiveEX 那裡面的話呢 我們在畫面上 其實可以不需要建立任何的 任何的這個元件 我們在上面只要做一些 一些的動作就是說呢 我們為了要測試生命週期 這上面除了Uncreate之外 我們可以增加什麼呢 UnDestroy UnPause UnRestop UnRerune 這個UnStop 這幾個 然後呢 底下就是說 如果當被執行到的時候呢 後面我把 它裡面呢 的方法裡面呢 寫一個 寫一行程式 就是Toast Toast就顯示出來 當被執行到的時候呢 我就把什麼呢 把 它的方法的名稱 把它怎麼 Toast出來 然後停留一秒鐘 並且秀出來 我想這個地方 Toast的部分 各位應該不陌生吧 就是跳出一個 底下一個小小的訊息 那我們就可以了解它的生命週期 那上禮拜好像也就講到 講到這個地方 底下呢 我把它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了解一下 它的生命週期 當這個Activity 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被執行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把它執行起來 你會發現它一定會先觸發 onCreate 再start 再rerun 所以呢 剛啟動的時候 一定會觸發這三個 那 如果當我把它這個地方按一個back back就跳開的時候呢 它會觸發什麼 onPause onStart onDestroy 有沒有 它會觸發這幾個方法 那如果說將來呢 你有什麼 相關的程式要寫的話 你就知道要寫在哪裡 那再按home鍵按住不要放 就會回到 就會回到 再把它回到剛剛被執行過的這個app 我們有個man activity把它點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 進來之後 還是會繼續onStart onRerun 就是onCreate onStart onRerun 會觸發這幾個方法 ok 那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 講到的部分 講到部分 那今天呢 接下來 我們要再來講就是說 我如果要開啟第二個頁面 因為呢 在我們基本 前面都只有一個頁面 所以一個頁面就是說呢 只有一個畫面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讓它跳到另外一個畫面的話 就有點像是網頁連結有沒有 你今天從這個網頁要跳到另外一個網頁嘛 那在那個 我們撰寫這個網頁程式的時候呢 是用超連結 會傳一些參數 那在這裡的話 同樣的方法 如果我把它點開啟 這邊我加一個按鈕把它點下去 我如果今天希望能夠跳出一個頁面 並且 可以把 這個某些訊息帶過去的話 那該怎麼做 這個地方 就會牽涉到幾個東西 除了Activity之外 還有一個Intent Intent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這個 Manifest的設定 所以 這個部分我想請各位 把上個禮拜的 這個部分呢 先做一個 先把上禮拜的程式 先做一個複習 那並且把它開起來 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要教各位 如何再產生第二個頁面 然後並且可以把它開起來 裡面會牽涉到 有一個 類別叫Intent Intent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把上個禮拜的部分再開起來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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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